欢迎收听coco早餐 都能够开开心心心的 一起一起一起的 好好的过日子 好今天一开始 我们先来挑几个新闻 其实几个新闻 都有一点关联性了 那这两天 各位从媒体上 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不断的在谈到 所谓的解言三十 这样一个话题 那真的时间也蛮快的 也就解言了三十年 三十年时间有多长呢 换句话说 当年在解言的时候 出生的baby 现在也都三十岁了 对不对 三十年来的变化有多大 当然很大 对不对 从很多很多的指标上 你都可以说变化很大 而且对所谓的解言三十 这件事情呢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有些人可能认为说 以前很安定 你看现在多乱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 你看多好 以前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现在你做什么都行 所以也会有 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感受 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本来就蛮复杂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认识一个世界 怎么去解读这个世界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它一定跟你的出生 你的背景 你的成长的过程 然后你的对某些事物的 既定的看法 比如说你是一个天性 比较保守一点的人 你怎么看一个剧烈的变化 你如果是一个 天生就是一个反骨 天生就是一个革命性格很强的人 你搞不好还认为说 这样的变革还太保守了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人看世界的方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 很难一定说 对某一个历史的变化 或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怎么样看才叫做绝对的对 或绝对的错 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重点是 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尊重 别人怎么看待很多事情的看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但是如果这样说 那我们就碰到另外一个麻烦 那到底什么东西 才是比较可以说是对的事情 或是进步的事情 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不同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互的尊重的话 那会不会又掉入到一种所谓的互为主观的 一种相对主义的一种虚无 或者是一种没有办法 没有一种秩序感呢 所以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 那很多事情 我们终究还是要看 在那个当下的那个判断跟选择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到底是对这个社会比较好 还是比较差 好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就必须说 历史呢终究还是进步的 好 终究还是进步的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 以前在在读这个 当年还是算是被禁掉的这些杂志 自由中国了 或者是早期的这些 台湾的这个为民主而奋斗的 这些民主人士 在我说我水早期就更早了 像印海光啊 当年啊 自由中国雷震啊 好 那么在他们那个年代 那你晓得 当时的国民党 那可是非常非常的威权了 好 那在那个年代里头呢 其实大家都希望台湾能够有民主政治 好 那么都希望有政党政治 可是这个期望呢 事实上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要等到1987年以后 好 当 1986 1987 当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晚 后期就是 蒋经国的晚年 这整个的 松动的迹象呢 才越来越明显 而且真正走上一个里程碑 好 所以才会有 后来的这个 1987年的解研嘛 那 也就是说 当时呢 我记得啊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一句话蛮感动我的 就是自由中国 那个时候 一段的一直被禁嘛 所以当时他们写了一篇社论 叫做黄河九曲 中碧东流 一篇社论叫黄河九曲 中碧东流 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那个黄河啊 九曲嘛 就一曲一曲 就一弯一弯 他绕来绕去 绕过了九个弯 但他中碧东流 换句话意思就是说 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期望 历史的进步 是挡不住的 好 那为什么我说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可以超越 比较超越个人的感受了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现在回头想一想 这三十年来台湾的变化 你就会发现到 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是不能够声张的 对不对 那从一个权力 只在少数人的手上 最后面被被迫 扩及到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我现在想的是 包括国民党 一样 好 国民党早期的时候 他来台湾的统治 基本上是外省精英 在统治 可是他随着台湾的本土声音 呼吁越来越高 所谓的党外 就是当时还没有政党 党外的对于民主化的要求 越来越高 所以他也迫使 他的国民党内 先出现了 所谓的崔台青 也就是越来越多的 本省级的人士 要从政的 对政治有想法的人 他参与的国民党 然后迫使国民党 在逐渐的本土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看到了所谓的进步 这就是进步 然后接着 当然不够了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本省的台湾的精英 他只甘心于说 进到你的国民党里头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 在国民党之外 有一个别的政团或政党呢 所以我们看到党外运动 前扑后继的 有人为这个坐牢 有人为这个丧命 那这是进步 当这个政治权利呢 就从国民党扩散到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了反对党 民进党 然后变成了执政党 所以这就是进步 然后还不止这个 对不对 伴随着所谓的 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 逐步的松动 很多的价值观 也开始在挑战了 当年白先勇 在写台北人之后 尝试的去写了 孽子 通动一时 因为他用文学的笔法 去触及了 同性的问题 同性恋的问题 这么多年来 谁能够想象 我们的同志的议题 走到了全世界 非常进步的前端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权力 你要说这个时候 有没有在进步 很简单 你要超越个人的喜欢 喜欢或不喜欢 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读过另外一句话 我也非常感动 在了解西洋戏剧的人 都知道 布莱西特 他是一个创造了 现代戏剧 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性的人物 当时有人问他 就是传统的现代主义 很多地方都在挑战了 就应该讲传统的戏曲 传统的古典主义 写实主义 受到了现代主义 非常强大的一个批判 当时他 我记得他有一段话 我也记得很深刻 他说 不要从 不要从 好的旧事物开始 你应该从坏的新事物开始 他什么意思呢 他意思其实就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 是一直往前走的 你很珍惜的很多 好的旧事物 他也许是很好 可是他终究要过去了 你如果没办法调整 就很像晚期末年的时候一样 我最近又在重读 王国威的人间词画 那当然又在看了 因为我在读 这个叶佳寅的教授 讲的这个人间词画七讲 讲得真好 以前我读人间词画 就是我最爱的一本书之一 那最近在重读 叶佳寅的人间词画七讲 你就可以知道说 王国威写了 这么有学问的人 但最后为什么他要自杀呢 因为他始终心里面 没有办法放掉 他对于那个传统的 他认为美好的 清朝的那种古典主义的 传统社会里面的 一些美好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放下来 他看到民国创立之后 那个混乱军阀的歌剧 等等等等 可是如果你用布莱西特的话 任何一个旧的事物 要被冲撞 要迎向未来的时候 他都是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美好的 对不对 那并不是那么美好的 新的事物 他却可能是 人类更美好的未来的开始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待 我要讲的 戒严三十 戒严 然后到解严三十来看的话 我要讲的重点是 我觉得这两天 我看了一下蔡英文的谈话 我觉得他的谈话 在我来看 我觉得高度不够 他说要蓝绿要终结恶斗 台湾主体性应该成为共识 这话说的对不对呢 我说他只说对了一半 但是他为什么说对一半呢 主体性很重要 但是什么叫台湾主体性 这个部分呢 他没有进一步的去诠释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风险就很大 而且他太像政治人物讲的政治语言 你如果要问我解严三十最大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是人民的主体性 是人民的主体性 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多样性 成为了解严三十年以来 台湾最好的资产 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走上街头 诉求自己的主张 都能够大声的讲出 我希望台湾怎样 所以你乍看之下 台湾好像缺乏了共识 但是这种多元并聚 然后多生到其发的这个现况呢 他其实就是台湾最好的资产 人民的主体性多样性 才是台湾解严三十最大的资产